HELLO 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如果要說這幾年我買過最滿意的電子產品的話 那應該是非Sony的WH-1000XM2莫屬啦 中上水準的音質、優良的做工以及令人驚艷的降噪功能 在大約三年前特價的時候我花了8,990元購買 那我覺得就算是同一個產品 它放到今天也依然具有競爭力 剛好有幸我從Enter那邊弄來了一個它的後繼者 WH-1000XM4 那我就來比較一下時隔三年它到底進步了多少 首先從保護殼的材質就有所不同 二代的保護殼是採用皮質的烤漆 看看我這個常常放在包包裡面磨來磨去都已經掉漆了 而第四代的保護殼則是布面的 保護殼內部從第三代開始 飛機上使用的耳機轉接頭以及它的連接線都可以一起裝在盒內 但是二代並沒有這樣子的設計 因此我的傳輸線早就不見了 再來耳機的本體外表變化其實不大 只有一些細節上的差異 那整體的鬆緊度的話 四代會略緊一些 但也不會讓人感覺到任何的不適 另外泡棉的軟硬度部分也略有差異 只是完全不會影響到舒適度 簡單來說就是兩個耳機戴在頭上 雖然感覺會有一些不同 但是要有平分的話 我覺得舒適度是一模一樣的 調整頭戴的部分是有段落感 那耳罩的地方為了收納方便 也可以折疊以及旋轉 我個人覺得如果頭戴調整的地方 將有段落感改為無段落感的設計 然後耳罩轉軸部分的阻尼感稍微加重一些 整體在操作的質感上會更上一層樓 當然它原本的設計也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耐用 而且成本也比較低 不會讓整副耳機賣到18490元這種售價 補充一點 這一代還有一個最大的差異 就是它在耳罩內部加裝了感應器 耳機拿下來的時候音樂就會停止 算是一個貼心但不是創新的設計 那音質的部分 我的WH-1000XM2本來我是非常滿意的 不論低中高音還是人聲樂器 表現應該都是在水準之上 尤其是降噪的功能幾乎無可挑剔 不論是在火車還是公車 甚至是出國時搭點駕航空 那個吵到讓人受不了的引擎聲 加上機艙內的嬰兒哭聲 我都還是能沉浸在自己的音樂世界 但這副WH-1000XM4 基本上就是二代的全面加強版 不論是音質降噪還是續航力 都有一代一代的進步 相比之下 我就覺得我原本的WH-1000XM2 好像沒有那麼厲害了 我覺得第四代最讓我驚豔的部分 就是他把原本的黑科技降噪再進一步的提升 前陣子跟Enter到三創的耳機專櫃去試聽 那真的是差點聽到忘記自己在別人店裡 當然這麼猛的降噪也並非毫無缺點 如果沒開音樂純降噪的功能情況下 還是會聽到一些沙沙的底噪聲 但是只要隨便播個音樂或者聲音 很快就會忽略那些底噪了 Sony的這個WH-1000系列 比起其他廠商最厲害的地方 就在於說他會聽取消費者的聲音 網路上你看到一代的缺點 二代就會改進 二代的缺點三代就會改進 而且聽過很多藍牙耳機的人就會知道 藍牙耳機很多都是500塊的音質賣1000塊 1000塊的音質賣2000塊 但是這副WH-1000XM4在網拍上 有時候會特價到89900元 個人覺得他的音質表現是非常對得起他8990元的售價 而且還附贈了一個超強的降噪功能 強烈建議各位不要輕易的去試聽 不然你會對不起你的錢包 好啦開玩笑的 耳機這種東西如果你要買超過2000塊的 我還是強烈建議在買之前先去找店家試聽 因為每個耳機的調校不同 強項也不同 可能剛好平常聽的音樂非常適合A耳機 但是放到B耳機就會剛好凸顯出B耳機的弱點或者不足 所以看再多的評論 還是不如自己帶著喜歡的音樂去試聽喜歡的耳機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Enterbox 想看更多的開箱可以繼續關注我們頻道 我是Hack我們下次見拜拜